現在進行增定第七條之四 請宣讀條文 首先我們請贈委員秀琳發言 柯委員建民請準備 主席各位委員 實在力量針對第七條之四 希望針對一些關鍵基礎設施 例如像我們的台電公司或是高鐵公司之類的關鍵技術 例如我們台積電擁有的技術之類的 或是我們國立大學 台大醫院 台灣大學之類的 擁有的這些關鍵技術的法人 希望透過法令的修訂來避免被惡意的滲透收購 那我舉例來講以我最近正在推動的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的修法來說 很遺憾今天沒有辦法在這邊來討論這個案子 那我必須說我們國立大學的校務基金有上千億的經費裡頭 我們的政府納稅人每年要補助560億元的這樣一個校務基金 目前的這個只有所謂的校務基金管理的這個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是由校長來當召集人 這七到十五人當中 三分之一是校務代表 其餘的三分之二校長來領選 那校長肯領選不是校務代表 領選一些外面的人士來擔任 所以呢 這個領選當然是經過校務會議的同意 所以我們大學的最高的決策單位 校務會議這邊只能針對 校務基金的管理委員的這些委員 來行使同意權 那之後呢 他的使用權 目前呢根據現行法令 那是104年國民黨把它修壞了 修壞了 所以目前的法令呢 針對這個校務基金的使用之後 一年後的這個集合的部分 並沒有監督的機制 那我們在這邊很卑微的要求 這個各政黨在接下來的臨時會的時候 把這個條文放進來 我們只希望納入一個在校務會議下面 有一個這個常設委員會 名字叫什麼都可以 財務監督或經費集合都可以 希望有一個監督的機制 監督的常設委員會來監督我們上千億元的 這樣的個校務基金 那不然會出現像之前 江澳大的張靜院校長上任的時候 校務基金有好幾十億 結果他下任之前呢 這個是虧損的情形 那我們希望有一個監督的 一個常設委員會來監督我們 具有很多關鍵技術的法人 例如台灣大學台大醫院 還有一些頂尖的這個大學之類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保護我們的關鍵設施 關鍵技術 具有關鍵技術的這些法人 不要被滲透 被技術跟人才 謝謝政委員 現在請柯委員建民 黎委員洪軍請準備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有關於七十四 剛才State Young所談的有關於 禁止敵對勢力來收購 來收購後製掌控併購 關鍵技術設施 關鍵技術敏感科技 各位要了解 關鍵技術設施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剛剛通過了敏感科技保護法裡面 定義的非常清楚 包括電信設備高鐵水域發電等等 包括銀行乃至於醫療設備 這些都是屬於關鍵技術設施 在資產保護法上面 我們規定很清楚 但是各位要了解 依法是很嚴謹的 有關於關鍵產業 關鍵技術 以及敏感科技 到目前為止 完全沒有定義過 所以一個沒有定義過的名詞 所謂關鍵技術或是敏感科技 要怎麼來這裡放進來呢 所以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有關於關鍵技術的問題 我們在勤工法上面 我想大家很清楚 我們剛剛通過的勤工法 勤工法規定 本來顯示是關鍵技術 後來也寫 侵害國家安全的營業秘密 這是因為沒有定義 一個沒有定義的名詞 在這個地方 一個條文就可以顯現嗎 另外有關敏感科技 我想敏感科技 到目前沒有定義過 國際民運黨 南志儀 台田 在的時候都提出過 敏感科技保護法 但是目前為止這個法還沒立 所以完全沒有定義 沒有解釋 就要放在一個條文裡面 來處理 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待 所有的法體系 一定是要非常完備 只要 只要我們要談這個法體系的話 我們要從營業秘密法也要並談 我們下一個案子就是營業秘密法 營業秘密法辦民國84年立法的時候 為了應付美國三年一 關鍵名單的問題 所以開始立 大概84年 年底的時候立營業秘密法 在立的時候 當然經過不斷修正 目前還有 另外我們還要考慮到 敏感科技法也沒有立 另外呢 有關於 假如要談的話 應該要談到 另外一個城市的問題 就法委的問題 就 商業健典保護法 商業健典法 所以要談這個 所有的有關於觀念技術 敏感科技 以及觀念技術設施 要在這國家安全上保護上面 立法一定要是完備 並不是說一個條文 然後說我主張這樣 就可以在立法裡面通過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很清楚表示 立法是一個非常嚴謹的 民主經濟保護法絕對 非常負責在國家安全保護上面 未來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謝謝各位 謝謝柯委員 謝謝柯委員 現在請禮委員 洪軍 這順著柯總召的一個說法 他講得很對 立法必須要非常的完備 也必須要非常的嚴謹 這個是在立法的基本的精神 可是問題是 今天我們探討了這麼多反戰鬥法 從他洋洋灑灑 現在檢討到第七條 我們看到他究竟立法 他有完備嗎 他立的法有夠嚴謹嗎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 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大家坐在這個地方 按表決器的核心的重點在這裡 今天我們看到七之四 他所謂的基礎設施 包括敏感科技 其實在我們的法條裡面 我們相關的在公共危險罪裡面 其實像一百八十五條 包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 包括國安法二之二條 都有明定啦 都有啦 就好像我們在檢討 今天的反滲透法一樣 在立法的精神裡面 公職人員選霸法 總統副總統選霸法 包括遊說法 包括公共危險罪法 其實他開遊的法令都有 那為什麼不在既定的法令上面 我們來做好好的理性的 有完整的修法 這才是重點嘛 所以講到了今天的原 講了半天還是在繞這個圈子 就好像剛剛講到 NCC 就好像講到所謂的紅媒 我們在紅媒 在反紅媒的一個過程裡面 誰會去贊成 沒有人會去贊成 可是問題是不能有針對性 我一而再二三的講 你的主管機關 今天我們反滲透法的主管機關 究竟是誰 當你在認定這個紅媒或反紅媒 主管機關是哪裡 一定是NCC 那NCC他的隨著政黨輪替 他的立場就會不一樣 當初黨政軍 退出媒體 才會有NCC的一個出現 可是在這個NCC 這幾年的過程裡面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他有達到公正性嗎 隨著政黨的輪替 改變他的立場跟他的看法 那所以 今天如何來去監督媒體 你等於在主管機關的立場 跟他的行政中立 都沒有辦法站穩的話 你立這個法 只會讓限制 脖子我們在整個媒體自由發展 言論自由裡面 造成最大最大最大的傷害 這個才是我們要講的核心價值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各黨團推派代表花園的委員 金宇花園完畢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蔡委員適應 莊委員瑞雄聲明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代表皇既овал議員 人也佳人 同時代議員 任我 發言 同時代言 本書 表決結果 出席70人 贊成3人 反對67人 去權0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